演示一下本田的定位开工具 我们把工具插入锁心 插入锁心以后往车尾方向加力 把钩探到左侧的槽 钩冲下 从里往外拉 有一颗弹片 轻轻地点一下 给它点到位 点有弹性 然后右上方有两颗弹片 从里往外拉 摸到第一颗弹片的时候感觉 发现它是没有动作的 我们轻轻点一下 再摸有动作了 然后第二颗是没有动作的 我们轻轻点一下 这时候你发现别的会转动3到5度 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点B组 B组的左上方有两颗弹片 第一颗没有阻力 轻轻地点一下 点的时候跟别的配合 我们发现它这种情况很特殊 我们发现刚才是没有阻力 有阻力的 但是我们点了一下 它还是有阻力 看看继续点的时候 点不动了 就证明我们点过 点过了的时候 轻轻回别子 再去摸 有弹性了 给放到位了 左上方的第二颗 没有弹性 有阻力 我们把阻力解除 跟别的配合点的时候 阻力解除了 我们还差最后一步就是右下方的三颗弹片 我们摸 点之前先摸第一颗 第二颗 第三颗 在我摸的过程中 我发现第一颗是有弹性的 第二颗没有弹性 第三颗是有弹性的 所以我们现在点一下第二颗 点的时候要跟别的配合 这种情况又是点过了 我们再往下点的时候点不动了 但是它现在还是有阻力 这时候我们就 拿这手轻轻的放这感觉 然后左手轻轻的放别子 放到位了 有弹性了 然后再摸 左下的一 左下的二 右下一 右下二 右下三 都有弹性了 那我们再摸左上 这颗弹片 左上方第一颗弹片 没有弹性了 有阻力了 我们解除它 开 这时候索性转动到45度的时候 卡住了 再开的话 我们还要点A组 用二和一的时候是A组 A组就是 左下方的一颗三 A组的三 这就是A组的 A组的四 A组的二 还没开 继续点A组的四 这时候索性 才是真正的达到开启状态了 我们再回味 回味的时候也是 点A组 A组的二三四 二号位 不动 点一下 不是 三号位 刚才不动点 四号位 不动 点一下 点一下 还不动 我们摸这个 二号位 不动 点一下 再试试 四号位 动不动 四号位 二号位都动了 这时候三号位 肯定是阻力片 你看它没有动作 我们解除它 就回来了 再演示一遍 往车尾方向开 先点左下一 再点右上二 左下转动五度以后 点左上两颗 左上第一颗 没有弹性 有阻力 解除它 左上第二颗 没有弹性 有阻力 解除它 解除以后 确定一遍 都有弹性了 就差最后三颗了 第一颗有动作 第二颗没动作 点一下 解除它 点过了 放一下 开 开到45度 卡住了 继续开 开左下 右上 右上一 右上二 不动 点一下 开了 回位 左下一 右上一 右上二 不动 点一下 四号二位 不动 点一下 都动了 就差这个 三号位 不动 点一下 对不对 转化 转的 转的 转的